為應對疫情,亞洲地區民眾出外時都會戴上口罩,預防受感染 但美國政府衛生官員堅持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 在現時嚴峻的疫情下,民眾是否應該戴口罩呢? 嚴劍蓉和大家說說 在亞洲多個疫情爆發的地區,當地政府會呼籲民眾出外要戴口罩 除了因為病人要戴口罩之外,最主要是為了預防受到感染 但美國,由聯邦至地方政府的衛生官員一開始就強調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 健康沒有病的人不用戴口罩 所以不用搶救口罩,將口罩留給醫護人員 就是因為美國人不習慣戴口罩 令到在疫情下為謹慎起見而戴口罩的亞裔不單遭受白眼,甚至歧視 不過,當疫情擴散到一定程度的時候,三藩市加大傳染病學專家Peter Chin-Hong認為 如果大家要到人多的地方,又未能夠保持六呎的社交距離 口罩就能夠發揮它的保護作用 但是,當疫情上的情況下,在疫情上的疫情下跌撰口罩 在疫情中,越來越來越大越來越多 但這是一個訊息的評論 但會有很多人的效果 讓一些人在在世上,當大家是有兩三個月之間 那是一段伍子的地方 兩三個月之間,最終過了兩三個月之間 會出現得到美國的消息 因為這樣,當大家有多的人 他承认在医生之间 仍然对民众应否戴口罩 有不同的看法 26台记者严健庸